Hello 大家好 我是VC 今天我来重庆就是为了见一见武林 今年最最最重磅的一台车 武林星光 在说星光之前 咱们可是要说说这个银标的事情 几年前武林突然觉得 老是在造小面包造工具车属实 有点厌倦了 于是将武林直接拆分为红标跟银标 红标继续代表着武林实用 耐造工具属性的车 而银标则更多注重乘用车家用市场 甚至是稍微高端的家用市场 就是这个想要高端一点市场想法出现的问题 武林凯杰上市之后 直接一个滑产 销量输得非常彻底 但是在今年 武林银标我觉得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线 又用自己的方式把银标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首先就是武林的冰果 上市了6个月卖了接近13万台 因为虽然是一台很小的电动车 而且价格不贵 但是在上面尽量做的外观很漂亮很精致 成功了 接下来就是星光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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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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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